3月13号上午10点半 在清镇高速武昌收费站 来自咸宁市首踢20台专业水产运输车 满载着家鱼 咸安两个区县的20万斤鲜活胖头鱼抵达武汉 据了解 这是咸宁市为了让武汉市民 在疫情防控期间能够吃到鲜活的鱼 进行组织和调配活鱼过源供应武汉 我们今天这个安排的是在桥口区 在桥口区的话呢 它因为这个位置呢 这个困难群众也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鲜活口也是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所以的话呢 感谢你们送来的这个鲜石鱼 非常感谢 这都是胖口鱼 是十几半的 十几半 对对 我们还要分 在现场 经过简短的交接后 20辆满载活鱼的车辆开往桥口区11个街道 在汉水桥街分发点 桥口区商务局工作人员谢欢欢表示 武汉和咸宁都身处异区 此次咸宁运抵武汉的20万斤鲜活胖头鱼 驰援武汉难能可贵 下一步将立即安排社区运回 及时发放到市民家中 跟随志愿者的车辆 记者来到了软家台社区 这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早早就等候在此 车一停稳 他们就开始分装胖头鱼 社区党委书记叶靖介绍说 此次胖头鱼按照困难家庭 以及80岁以上老人的家庭进行分配 随即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拎着鱼 来到小区困难家庭中进行分发 这是县市政府找着鱼鼠里的宣户鱼的 哦哟 谢谢 中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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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婆婆的话是中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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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